中国太平保险 会上将讨论富裕国家 是否应该对受气候变化影响的 低收入国家提供赔偿 这是自全球气候谈判开始以来 首次将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早前表示 希望大会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 对减排资金 适应和加强能力建设 损害损失等问题的诉求 能够有积极进展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现场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张鹤 将带来本届大会的最新动态 拜登政府誓言美国强势 返回气候变化谈判桌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角色为何是反复无常 纽约现场 凤凰卫视驻美国记者 陈英谦将带来他的分析 巴黎现场 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 尽量将带来欧洲 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动作 气候变化融资问题 未能解决 阻挡一份气候协议 最大的阻碍在哪里 为何中国的角色如此重要 上海现场上海外国大学 特殿教授黄敬 将带来他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张冲的 中文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7次地约方大会6号 在埃及开幕 都国政要和相关人士出席 本次气候峰会 首次将气候赔偿列入议程 美西方等发达国家 是否愿意许下承诺 并坚定执行备受注目 在峰会开幕当天 接任大会主席的埃及外长 书凯里就指出 发达国家应兑现 每年为支持发展中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 提供1000亿美元的诺言 并在开幕式上 呼吁各国做出承诺 书凯里的呼吁 似乎也有着 督促各国履行承诺的言外之意 毕竟如果协定可以随意推翻 那承诺便更是空口无凭了 美国政府曾推翻京都议定书 和巴黎协定两份气候文件的先例 让舆论对美总统拜登此次参会 非议多多 既有舆论指出 些16名高官参会的拜登 此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便是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上的信誉 美国最近一次退出气候协定 是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 党争胜负难料 拜登政府此行是否有政治目的 引人怀疑 能否言出必行更是难下定论 在气候问题上 反复横跳的国家也并不止美国一家 早前宣布不参会的英相苏纳克 也在遭到口诛笔伐后改变主意 决定参会 此外 欧洲多国因能源危机 纷纷重启燃煤或推迟退煤进程的消息 也不绝于耳 坚守承诺疏解气候困局 西方仍需努力 不少民间团体也对美西方 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复横跳有所不满 就有环保团体在德国南部的桥上 悬挂大型海豹 敦促政治决策者 阻止全球变暖等问题进一步恶化 也有示威者在荷兰和西班牙 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不利 进行抗议活动 气候恶化 民怨沸腾之际 美西方明里暗里仍不忘甩锅 美方官员表示 西方与中国商谈气候变化问题 却绝口不提中美之间 包括气候问题等一系列合作 正是因为美国众议院院长 佩洛西窜台才戛然而止 美国也并非全世界 与美方停止气候问题合作 不代表中国在相关领域工作有所松懈 参会的中国气候变化特使 谢振华就表示 中国在巴黎协定实施阶段 取得显著成效 美西方不如先从 切实落实巴黎协定开始 停止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复横跳 与世界团结在一起 共面气候问题 各方代表距埃及 本届大会有望达成哪些成果 气候问题因反对 能源危机之下 欧洲何去何从 反复横跳来参会 美代表团此行究竟有何目的 拭目以待 自巴黎气候大会开始结束之后 可以说全世界的形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原因何在 但是就在本届 气候大会6号开幕当天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温室气体持续排放的影响下 过去8年成了 有史以来最热的8年 限制全球气温上升1.5度的目标 看起来已经很难实现了 好 我们首先有请 正在沙姆沙一鹤现场的 特派记者张鹤 了解一下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和看点 那么这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 今天是气候大会领导人峰会 英国 法国 巴基斯坦等 多国元首领导人都已经出席了峰会 峰会将于7号和8号两天举行 期间将有6次的圆桌会议 埃及总统赛西等国领导人 在今天分别发表了讲话 那么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 也参加了当天的峰会 此次峰会大会的召开 是在全球面临各类挑战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全球正在面临 正在面临能源危机 金融危机 粮食危机 以及地区地缘政治等紧张等等 那么外界也有声音认为 在此背景下气候变暖问题就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重要 而各国很难达成一致 但埃及始终认为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让各方抛开分歧 共同应对人类的未来生存发展的问题的挑战 那么另一方面 埃及一直主张各国要兑现此前的承诺 要执行巴黎协定的共识 那么首先就是要要求富有的国家 对气候变化冲击最大 而且不负有任何责任的贫穷国家进行赔偿 所以这个损失损害补偿的这种声音 在昨天的部长级会议上已经非常的明显 那么受害国也将在这几天的会议上 呼吁将赔偿列入议程 埃及外长舒凯里在昨天的会议上 再次强调要求发达国家兑现 每年支持发展中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而提供的 1000亿美元的承诺 而埃及担任本届气候大会主席国 所面临的挑战 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主播 好的 谢谢张鹤 就像张鹤所说的 这一次大会重在落实 就是将各国通过立法政策项目等途径 表明本国将如何落实巴黎协定 所设定的一些目标 有请上海外国大学特兵教授 黄敬在上海现场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在气候变化议题中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气候融资问题 比如说在巴黎协定上 各方发达国家承诺的 给发展中国家1000亿美元 每年这样一个补偿 始终是没有落实的 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为什么如此难以去克服 我认为首先是因为现在 不管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都存在着内部 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比如刚才说过 美国在这个问题的横跳 就是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对立 甚至是极化 将一来呢 我们知道要出资的话呢 是要国会通过的 而欧洲呢 也是决策碎片化 一方面我们看到 民粹的极右翼的 这个势力越来越强 比如说最近意大利的 这个总理当选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看到一种 政治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呼声很高 整个决策呢 是一个碎片化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因为你要知道 要实现这个成的 首先国内要达成一致 这样政府呢 才可以拿出钱来 现在国内很难达成一致 各种利益集团 政治势力集团 互相争斗 拿这个事情说事 所以呢 达成一致 当然这个事情就落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知道现在 西方各个国家 就是发达国家 经济都处在一个 非常糟糕的状况 一方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经济低迷 各国呢 又是债台高筑 本来自己的这个钱 就很紧张 再要拿出一部分钱 来去支援他人呢 也是很难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他们的战略 关注力和战略资源 越来越多地 陷入到了 陷入到了所谓的 乌克兰陷阱 就现在的 俄乌冲突之中去 所以要叫这个时候呢 叫他们去打仗 他们是可以咬着牙 拿出钱来 去支持乌克兰 跟俄罗斯打仗 但是呢 叫他们搞 这个气候环保 可能这个钱 就拿不出来了 是是 像您说的 现在英国民众 欧洲民众 想的是怎么样过冬 所以说 你让他拿出 1000亿美元 来帮助应对 全球变暖 确实是 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的确这个形势 发生了变化 我们有请在 美国的特约记者 不是 驻美国记者 陈英谦 来了解一下 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 强势地介入 这个气候变化的谈判桌 判定不是第一次了 应该是第三次 强势介入 气候变化的谈判桌了 有什么看法呢 是的 科夫 那么现在 根据白宫的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 会在11月11日 率领一个包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等16位 高级别官员在内的代表团 前往埃及参加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 那么此行 拜登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向世界证明 特朗普的时代 也就是美国在气候变化上 不作为的这个时代 已经结束了 拜登力争要恢复 美国在气候行动上的信誉 争取到那些 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那么第二呢 就是拜登他试图去恢复 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相关的合作呢 我们知道在今年8月 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呢 都已经被全部暂停了 不过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两个字 缺钱 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举办的期间 也正逢美国举行中期选举 这就意味着面临选举换届的这个美国国会啊 几乎不会在这个期间做出任何重大的财政承诺 而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会继续把持众议院 那么拜登有关气候补贴方面的法案 就更难获得批准了 所以拜登政府在这一届气候大会上 做出的任何承诺 他能不能够兑现 能不能获取资金 我们要打上一个问号 另外呢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刚刚张鹤我们的爱奇记者提到的 落实过往承诺呢 是今年气候变化大会的一个关键词 从2009年开始 发达国家就承诺 会每年给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 但是至今为止 这些承诺呢 都远远没有实现 每年的气候大会上 我们都看到联合国 都是不得不再向美国 等发达国家去催债 所以承诺不是重点 落实这些承诺才是关键 科夫 是的 谢谢殷谦 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现场的 上海外国大学特评教授黄敬 我们刚才殷谦也说到了 这一次拜登带着16位高级官员 又去了这个沙姆沙伊赫 如同上一次去格拉斯哥一样 可以说是想力争 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上的声誉 但是仅仅恢复声誉 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您觉得他这么高调的 试图介入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呢 我想有几个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美国在这次中期大选中 民主党可能会面临 一个不利的局面 很可能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 可能参议院呢 也现在很难说 那么这样一来呢 拜登政府的执行力度 和他在国内这个执政的空间 就会很小 也就是我们说的跛脚了 这个时候呢 他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 这个可见度吧 保持自己还占有议题 他会抓住环保这个议题 在国内政治当中 夺得一些这个运转的空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知道 自从这个俄欧战争进行胶着以来 那我们传出来消息 说是这个拜登的高官 在跟俄罗斯的高官 在进行一些秘密的谈判 当然他们说谈判的重点呢 是制止使用核武器 但我们也看到 自从拜登在5月31号 纽约时报 发表一篇储名文章以后 拜登储名文章提出了 四条红战争 明显的美国呢 是不想像以前那样 现在就要把俄罗斯打垮 为场战争的目的 那么他呢 带这么大一个团队来 我估计也是最翁之翼 不再久 因为参加这次会议 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国家 重要的国家 可能他也想在这方面呢 跟其他国家斡旋一下 看看俄罗斯战争 会不会有一个解脱 那么最后一点呢 当然也是像 刚才这个记者也说了 像全世界展示一下 美国还是有这个领导地位的 美国还是很重视的 要保住所谓 美国在市场领导地位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认为这一次拜登来 实际上更进一步地体现了 拜登政府在很多事情上 是力不从心的 因为他的战略意愿 和他的战略能力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越大 实在是很大 并且是越来越大 是的 谢谢黄金教授 其实我们看一下 最新的民调显示 一半多的美国人认为 气候变化 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只有45%的人承认 他们的全球变脑问题 是严重的 有请在沙姆沙伊赫的张鹤 我们知道中方 在气候变化上的承诺 是一以贯之的 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实质的事情 可以说达成了自己的一些目标 那么对于中方 在这一次大会上的表态 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 好的主播 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代表团团长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 在这两天的活动中 分别做出了表态 那么谢振华 在出席气候大会 中国首场活动时就表示 气候变化已经是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深刻影响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 那么积极应对和进行绿色的转型 是各国的共同的责任 他还说中国已经积极落实了巴黎协定 进一步提高了国家的自主贡献度 那么赵英明就表示 中国正在全面加速落实行动 在国家层面成立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工作领导机构 筹办协调双碳工作顶层设计 制定出了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 那么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等重点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 以及科技财政绿色金融减污减降碳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保障方案 那么构建起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这个一加N政策体系 主播 好的 谢谢张鹤 我们看到中国在2020年9月22号 主动地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将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 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有请祝美国记者陈英谦 对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舆论有什么评价呢 是的 科夫 我们看到这次联合国民主党古特雷斯 在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致辞里面 就重点点名了两个国家 就是中国和美国 尤其是中国 秘书长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一 是负有特殊的责任 让气候变化公约成为现实 他也期待中国能够结合自身的能力 资源去帮助造福人类 那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十年当中 中国一直在逐利而行 推进能源结构改革 在风电 光伏 装机量 发电量方面都是居于世界第一的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 也是位居全球首位 我们看到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 他就评价表示 中国在气候行动方面 现在处于全球的领导地位 中国在大规模的推广 太阳能和电动汽车方面 也领先于美国 而美国新闻广播公司 今日美国也表示 中国正在迅速地转向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的普及率 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增长期 这能够将陷入全球变暖的困境之船 拉出泥潭 改变行驶的方向 我们看到美国彭博新闻社 目前也在非常密切地关注 中国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上的 一些行动承诺 报道表示 中国此次是派出了 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 所率领的50多人组成的 一个代表团来参加会议 它的规模是与网界相似 代表团的人数也非常可观 凸显了中国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当前现在全球正在受到 包括疫情 经济低迷 通货膨胀 能源粮食危机 战争 等等的多重挑战 所以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分享什么样的成果呢 也都是全球密切关注的焦点 科夫 好了 谢谢银谦 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大国担当 再留请在驻法国记者金亮 金亮我们知道 法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的 重要的参与国和呼吁者 那么对于这一次大会 法国政府的反应如何呢 是的 科夫 法国和欧洲方面呢 总统马克龙这次是前往了埃及 参加本届全球性峰会 并在大会上发表简讲 那么另外呢 还有新上任的这个英国首相苏纳克呢 也是参加了本届大会 我们知道中美两个国家的元首呢 都缺席了本届大会的开幕式 而且根据马克龙在今天的这个表态呢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大会 向美国和中国施压 要求两个大国呢 提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环保经费 他的原话是呢 中国和美国必须要各尽其责 目前呢只有欧盟自己在支付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环保经费 那么因此呢 必须要向富裕的一些非欧洲的国家 施加压力 让他们也要支付自己的这个份额 而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也基本上是和马克龙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么强调呢 欧洲已经做出了努力 并且会坚持到底 言外之意呢 就是要求中国和美国 要履行各自的这个承诺 由此可见呢 现在西方国家 已经普遍不再认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 他们认为呢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这个中国呢 资金雄厚 你应该掏出更多的钱来参与进来 甚至不排除呢 西方这次还会借助这一话题呢 来挑拨中国和这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知道呢 法国其实在应对气候全球 这个变化方面呢 是一直是非常的高调 并且呢 还是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主办国和东道国 但事实上呢 法国自己也没有履行 其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内容 就比如说呢 要在2030年提高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的目标 另外呢 包括当初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承诺 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啊 1000亿美元的减排资金的承诺呢 至今也认为到位 那反观中国呢 虽然中国目前仍就是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国 但早在2020年呢 中国的碳排放呢 强度就已经比2005年下降了近50%了 那么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做出的这个承诺的目标 并且呢 中国还已经宣布了将在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的这个承诺 其实近几年呢 欧洲大陆已经成为了气候异常的这个重灾区 那么有报道披露呢 欧洲今年的干旱情况可能是50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那么欧洲大陆呢 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处于干旱的这个警戒甚至警报 并且土壤水分不足呢 将影响作物的生长 那么在过去30年里呢 欧洲的气温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欧洲大陆的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呢 不仅对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还对整个的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读播 好的 尽量 可以说是环球同此凉热 没有人能够支撑事外 但是唯一一个国家可以说是超额完成这些减盘目标的 或者说定下了超额完成减盘目标的就是中国 而不是其他国家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欢迎回来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就是我们承认全球变化变暖这么一个趋势 也要做很多事情去努力 但美国政府的态度却是反复长跳 比如说特朗普政府时期 他是否认全球变暖 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我们有请在上海现场的黄敬教授 刚好今天10月8号 是美国中期选举进行的日子 可以说在这一次选举中 对于民主党来讲是意义重大的 但是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或者说其他国际议题上 反复长跳这样的态度 到底会对选情有什么影响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 美国中期选举主要选的是经济 美国历来的大选 尤其是国会选举 国外的事务 像不管是外交 还是现在的环保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拜登我们刚才说了 这次这么强力的推出 主要是为了 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刷一个存在感 存在感 不管是国内国外 那么现在看来呢 在历史上看 凡是总统领导的党 在中期大选中都会输掉 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 但这一次呢 尽管也不会走出这个规律 但是更加更加的重要 关键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个社会是高度分裂的 美国的政治是极化的 就是两边形成两个势不良力的政治势力 这样一来呢 如果说拜登在国会中 他的民主党失去了多数选票的话呢 他就会非常非常难做 因为如果这一次 共和党赢得了多数 那共和党所有的目标 就重中之重 所有的任务都为了一个目标展开 就是不允许拜登在2024年再连任 这样一来呢 凡是拜登有可能成功的政策 共和党都一定会使办案子 会给他出难题 这样他做不成 这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为什么我们看这次大选 好像特别特别的重要呢 就在于他会给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政策 以及美国的对内对外行为 带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关系上 如果谈到中美关系 如果说拜登的民主党 这次失去了中期大选 那么他只有对中国的政策 至少在姿态上会越来越强硬 但是执行力度就会越来越软 是 也就是说 不管是戈尔也好 克里也好 拜登也好 怎么努力地去做 气候变化这件事情 还是力不从心取高贺卦 只要美国政府一换届 可能就全面地推翻之前的政策 再留请英谦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到在之前拜登 特朗普政府宣布要临时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之后 一直到现在拜登政府又宣布 要全面重回联合国 全面重回这样国际性的条约 我们就看到 其实美国政府在换届之后 他之前的政策的一贯性 都可能会被打破 那么他此前所承诺 要进行的一些国际方面的 支持国际方面的承诺 那很可能都在换届之后 得到了一个推翻 所以因此对于美国来说 他最重要的 我们并不是看他现任的政府 做了哪些承诺 而是他在换届之后 能不能够延续 此前的一些国际方面的承诺 能不能够去担起这样的国际上的责任 而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 这样一个现象 是的 美国政客的自私自利 我们可见一般 佩洛西去台湾 这个中美的气候变化接触就中断了 这个能怪中国吗 难怪克里也是无可奈何 环球同此凉热 刚才说了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大家 关注今晚的《凤凰全线连线》 谢谢我们四位的精彩解读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